- 大家好,我是华信投资长,洪卫军 那今天台股开低,目前走高 所以以目前的一个盘势来讲 因为成了是外资嘛,那败也是外资 那最近的外资呢,持续了一个卖超前置股 而且也越来越多股票 然后被外资调降了股价的平等 那最近的最弱势的股票,那当然就是大力光 那大力光今天盘中在破底 跌破连线之后 这张股票 要如何的一个观察,这很重要 因为大力光各位看到说 它是一个双尊头,然后跌破 而且是跳风跌破 所以比较弱势的一档个股 所以即使说反弹上来,如果这个景线上不了 可能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震荡必然 所以这些前置股目前压抑着整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但是洪卫我跟你讲什么 我问我12月份 你不要去看前置股 这种前置股,因为外资它在休假之前 它会做一个调整 你现在你的操作 一定要去挑选一些比较不占指数 而且明年产业趋势看好的 洪卫我跟你讲,每一个时期的操作 那是不一样,每一个阶段 所选的股票也会不一样 我相信从今年年初 洪卫我从历清大中 先进光 之后你看到下半年 不管在神盾、康控、合金、金电 这个都是能够让各位去赚倍数的股票 那上上礼拜我们跟各位讲什么 我合金、金电 我大获全胜 我开始在转什么 3D感测 那包括在5G这样的一个体产 因为最近因为iPhone10 它采用的3D的一个感测 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目前的反应非常好 所以在热销的一个状况 它会扩及到什么 飞品在明年下半年 它的一个需求 如果说以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最近我们看到 在PA的个股 从文贸 从90几块拉到300多块之后 那接下来你看到 我们跟各位讲的全新 跟各位讲的宏杰科 那目前呢 有没有在做一个比较的动作 尤其说在 全新的一个部分呢 因为在Visail呢 这个3D感测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零件 其实现在 只有呢 一家的英国大厂 它供应文贸 所以呢 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需求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那这样供应文贸呢 那也只有五成的 这样的一个 产品呢 不足以来满足这个市场 所以最近 有两家开始在扩厂 一家呢是晶电 一家呢是全新的 我相信从4寸呢 现在已经 开发了到6寸了 而且 这个店开始在扩厂 所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我们的观察 一个产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同学朋友 最近你看到 全新 它在反映什么 未来呢 打入了苹果链 来 洪杰科在反映什么 在反映的未来 非品 它对呢 PA 的一个需求 这个就是呢 有机可循 所以你看到 洪杰科 我们在上上礼拜呢 把 获利呢 各位 的一个晶电 合金 大获前胜 之后我们开始转 那洪杰科呢 各位也看到 短短六个交易日 我们是不是呢 又能够的获利呢 超过四成 我这种绩效呢 不是内造出来 我们是让各位呢 你去验证的 所以那接下来 在5G呢 部分呢 各位你看到 现在慢慢的 你也看到 一些的光通讯的股票呢 开始 也是活泼乱跳 法人呢 也是呢 开始呢 在做一个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3D感测 在5G的一个领域 来各位 像华金科也是一样 在3D感测 未来呢 在模子的一个部分 你看 它也是开始在做反应 从底部哦 才刚刚呢 上来 昨天的法人哦 开始什么 开始又 又回来买了 所以 这一根大量 来换手 这一根大量换手 我相信各位 这个地方呢 这样一个题材 它会不会能发挥 因为我这个量 我也不喜欢 你去追高嘛 你去追高 那另外在光通讯的个股 好 黄金的我跟你讲 它现在是压在连线 所以压在连线 回来 量收了 量收 它会不会呢 这个地方呢 拉回 这是出声段之后 第二波压回 它会不会呢 再有第三波的走势 所以我话都讲在最前面 你们印证说 一档康空 我在底部 我带你买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当时 为什么不敢买 是因为 是因为 你们认为 那上半年只赚0.4 但是我跟各位讲 下半年爆发 而且呢 在防水的一个技术呢 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苹果呢 它非常重视 你说一枝 手机压 不够六万块 你说这个地方 防水技术不好 我相信 不可能嘛 那我说 抗控有这种能力 那时候你看到 从120 我们在节目上 一直介绍 涨到600 股价涨多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它一定会回嘛 因为 这个地方不是说 美律呢 要求它降价 那股价就会跌 因为股价涨多 本来就会跌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整体的一个架构没有改变 需求没有改变 所以趋势没有改变的状况 之下 短线涨多回挡 那是水呢 比较正常 所以我说 在整理的一个操作上 洪杰伦我希望 这些 从底部 刚刚上来之前 被大家 可能遗忘 可能这个地方 大家还在看 那为什么 洪杰科 赚这么一点点 股价会涨吗 那 我相信 这些年在里面指引的时候 一档股票已经涨四成了 哇 三二三四的光环 哇 那去年的不是呢 哇 很惨吗 我相信股价也开始从底部 慢慢的去做一个突破 那 在生计股里面 我相信各位 洪杰伦我就完成了一档 倍数的机会 你看它伸展 我现在之前的演讲会 刚刚起涨的时候 当时洪杰伦有没有跟你讲 你看这档股票到年底之前 会有倍数holding机会 我相信各位 有没有让你看到 所以做股票呢 这个地方呢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你看我第一波做完之后 第二波我在节目上跟你讲 我们又买回来 你看是不是又喷出大涨 所以呢 在生计股里面 我们持续的一直锁定 那接下来各位 那这个是不是在底部 是在底部 生计股里面 找的是一个有转机 而且有赚钱的公司 所以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你们都是呢 持续的铁定 持续铁定 所以接下来 在12月份的一个操作 我讲过别看指数 那个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轮动呢 它会非常的快速 而且在资金行情的一个启动之下 这些有提倡有立基的个股呢 特别要特别的注意 尤其说才在刚刚在底部 它整理呢 即将要去突破了 这种股票 你一定要呢 赶快呢 跟着我们来做一个布局 所以年底之前呢 先赚个大红包 明年的趋势产业 我们呢继续赚 所以呢 那想要了解更多的 我也希望各位 赶快来加入我们粉丝团的行列 明天早上呢 我相信在盘前呢 没有人敢跟你预测这个盘 我这个地方 我是给各位呢 来观察在国际局势 包括说在昨天的缩盘后 在准准的一个产业趋势呢 来帮各位呢 去做一个操作策略 包括了关盘的重点 我希望各位 赶快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的行列 有才好掌握最佳的时机点